像吕洞宾,游戏人间,在无数世界留下自己的传承,像很多厉害人物都是名传三界,大师兄自上古破碎,竟然都没有出去过。 大师兄叫什么呢?姬宁问道,乔夫。将军道,我说的是本名或者道号?不管是本名还是道号,我就知道大师兄叫乔夫。 将军摇头道,其他一概不知,你平常在山上学道,倒是可以在山林中修炼,或许大师兄看到你,能指点你一番。 姬宁点头,菩提老祖门下大师兄,竟然是如此神秘,姬宁也生出好奇心。 很快,将军就带姬宁来到了山门处,山门旁有着一大石,大石上有着五个大字,写越三星洞。 而山门口则是有两名亲袍道童。 这两道童能来到这方寸山,也是绝世妖孽般人物,可在方寸山上,却只能算是普普通通。 能够来看门,他们俩就已经是很开心了。 师祖,师祖,这两名道童都恭敬向将军行礼,将军可是纯阳针贤,地位何等之高。 嗯,将军点头,便带着纪宁,白水泽,小青直接往里走,两名道童自然不会阻拦。 一路行走,这协越三星洞内景色优美,各种仙秦走兽随处可见,各个气息收敛。 只是再收敛依旧让纪宁感到强大的威胁感,显然非常强大。 协越三星洞内的气氛非常祥和,那些仙秦走兽大妖们都没有一个露出凶利之气,仿佛是乖巧一成。 老祖交弟子不在乎出身,所以除了人族外,妖族乃至神魔在此学到的也颇多。 老祖还有一条规矩,但凡在这方寸山是禁止任何一名弟子厮杀的,一旦有弟子胆敢动手,老祖会立即出手镇压,直接令其魂飞魄散。 不管是谁,即便是我,面对那些徒子徒孙也不能出手,我一旦出手,师尊也会直接杀了我,这是铁律,谁都不能违背。 纪宁点头,难怪气氛祥和,原本是禁止任何厮杀的,老祖就在山上,谁敢乱来啊? 一路行走,路上经常听到师祖,师叔,师伯,师祖各种称呼,显然将军身份地位很高,师尊就在里面。 将军指着前面一座普通的道观,道观门口有着两名道童。 师说,师祖早就吩咐了,无需通禀,带着纪宁直接进入,其中一名道童笑道,这两头灵兽暂且在外等待。 那道童又说道,纪宁点头,小青和白叔也都乖巧地在一旁默默等待,他们俩也清楚。 在那道观中的,乃是三界中赫赫有名的最顶尖的大能者,菩提老祖,他们岂敢造字。 走! 白衣将军带着纪宁便入了道观中,白说,主人要见道祖了,一切简直跟梦一样。 小青眼中满是兴奋,白水泽也轻轻点头,直到现在,他都处于震撼中。 当初那个练剑练功的小娃娃,竟然也能拜见大能者菩提老祖,人生之际遇,当真不可思议。 道观内,一片空地上有着很多蒲团,而在空地的前方便是台阶,台阶之上也有着一蒲团。 蒲团上正坐着一名须发揭白的消瘦老者,这消瘦老者穿着宽松道袍,盘膝而坐,散发着让人不由自主心神宁静的气息。 他就是菩提老祖? 一看到那须发揭白的老者,济宁不由暗暗紧张,这可是真正的大能者,甚至都斩杀过其他的神魔道祖,甚至被称之为三界最神秘的道祖。 如此存在,济宁怎能不紧张? 世尊,济宁带道,白衣将军也恭敬万分,拜见到作,济宁也恭敬道。 菩提老祖睁开眼,看了看济宁,脸上浮现一丝微笑,轻轻点头,嘱托将军道, 一先退下,济宁留下即可。 是,白衣将军恭敬退去,周围只剩下济宁和菩提老祖二人。 那菩提老祖淡笑道,不必紧张,随便选一蒲团先坐下。 是,济宁选择身旁一蒲团,盘膝坐下。 大厦世界的先缘大会,我也看了,其中当属你,牧传,拉他三人最是优秀。 菩提老祖点评道,赤明最终选了牧传,也在我意料中。 这赤明选弟子首要新性,那牧传的性子倒是最符合他的喜好。 济宁暗暗感叹,水斧之灵曾说过,菩提老祖很擅长交弟子,相对而言,赤明道祖玄武大帝交弟子的能力就差不少了。 连菩提老祖都认为,牧传拉他二人都不错,看来的确是很有潜力。 不过,在我看来,你比他们二人更有潜力。 济宁心中一喜,这还是第一次被人说比邋遢,牧传更有潜力。 且说这话的还是菩提老祖,修仙之路坎坷艰难,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必须要走得稳,这是对的。 菩提老祖道,从这一方面来说,牧传拉他都是很好的弟子,他们俩的根基是仙缘大会上堪称最扎实的,心性也是最沉得下的。 不过,这天地分阴阳,沉稳踏实固然重要,可锋芒也一样重要,需沉稳也需要锋芒。 沉稳为阴,锋芒为阳,阴阳交替方能走得更远。 吉娘,你的锋芒便比那二人强得多,而且根基也很是扎实,只是你这样的弟子,教导起来更加难。 像邋遢,牧传这种弟子,教起来非常容易,让他们慢慢修炼,慢慢闯荡,他们自会逐渐提升。 而你,你的进步会比他们更快,不过也更危险。 你将来的成就,可能比他们高,也可能中途就陨落。 菩提老祖看着寄宁道,今日,我便赠予你几句话,你需记在心底。 修仙之路,目标当远大,应将盘古女娲当作目标。 修仙之路,须低头看路,切记必须根基扎实,别好高误远,鸡肥弹打,身死盗销。 修仙之路,当谨慎,小心使得万年传。 修仙之路,当锋芒,心有冲天尽,才能走得更远。 菩提老祖说得简单,却是修仙心性的根本,能被菩提老祖照到面前的,资质悟性都不会差。 这时候决定将来成就的,更重要的是心性。 济宁,定当紧接。 济宁认真道,如何目标远大,又不好高误远,如何小心谨慎,却心有冲天尽。 这须你自己把握,天地阴阳,阴阳之间便存乎一心了。 菩提老祖道,济宁点头,第一次见自己,就嘱托这几句。 济宁也明白重要性,他也懂得老祖所说道理。 不过,知意行难,在修仙路上,当时时自省,防止走错了路。 老祖这四条劝告,就是修仙路上的四条鞭子,一次次鞭挞自己。 菩提老祖又道, 我观仙缘大会,你应该学会了神通摘心手。 是。 济宁承认,老祖都说出摘心手名字了,哪里还能隐瞒呢? 三寿道友,终于有真正传人了,这门神通,终于又要再现三界了。 小熊,还不出来? 济宁身侧,凭空出现一道身影,正是黄毛大熊。 嗯? 济宁吃惊地发现,一旁的黄毛大熊更加真实,仿佛生命,不像水府之灵中虚幻凝聚。 小熊,拜见道祖。 黄毛大熊跪幅下来,直接磕头。 看来,济宁你的确进了摘心府,才学得这门神通啊。 菩提老祖点头,济宁露出疑惑之色。 老祖,这摘心府? 一旁的黄毛大熊道。 摘心府,那是水府的真正本名。 这府邸虽然是主人留下传给弟子, 但是同样也是主人当年的洞府。 主人当年在摘心府中经常接待一些好友, 甚至还有一些神魔来听主人讲道。 济宁顿时想起了水府主殿中大量的仆团, 的确曾经很多人在那儿听着讲道。 菩提老祖道, 摘心府置于三寿,就好比这斜月三星洞置于我。 当年三寿也是自知浩劫难度, 所以才细心准备, 将当初自己的洞府又添加了大量的宝物, 甚至将无数件先天灵宝都融化取材, 请了数位大能者帮忙, 最终才打造出来, 而后抛制, 让这小熊自己去寻传人。 请道祖指点。 黄毛大雄重重磕头, 甚至眼中都有着泪花。 告诉小熊, 主人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是生是死。 他磕头发出喷喷的声音, 显然急切渴望得很, 他等这一天等了无尽岁月了。 菩提老祖一听, 神情也是复杂, 先是沉吟了下, 才说道, 三寿乃是我至交好友, 生死好友, 我俩在混沌中便相识, 一起闯荡。 我较为木那些, 三寿兄则更为锋芒毕露。 我喜感悟天地, 悟天道玄妙, 不掺和当时上古世界中的势力纷争。 而三寿兄则是战役滔天, 极为好战, 甚至大量的神魔跟随在他的麾下, 在上古世界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 被称为神主。 他因早期断壁, 苦苦参悟, 琢磨出一门惊天动地的大神通, 摘星手。 混沌真神本就极为善战, 一些炼气流的大罗道祖都不愿和混沌真神进行生死厮杀, 而三寿兄悟出这一门摘星手, 特别是第六转后的摘星手, 威能不可思议。 在上古世界也是赫赫威名, 真神道祖中也排在前列。 菩提老祖目光飘渺, 缓缓说着, 只是他未曾误透天道, 对危险之预感就相对弱了些。 当初那一场大浩劫, 磅谷开天地以来最大的一场浩劫, 三寿他硬是要去, 我阻拦他, 可他天生战役滔天, 不愿退缩, 明知无比危险, 可好战的冷血令他决定去。 在去之前, 他不愿他的摘星手失传, 所以请了数位好友帮忙, 踩他原有的洞府基础上, 加了众多宝物炼化, 才弄出了这用于传承的新斋星斧, 弄了新斋星斧后, 得到浩劫降临, 他便义无反顾去迎战了, 那一战我退缩了。 菩提老祖目光飘渺, 济宁听得心颤, 菩提老祖退缩了, 磅谷开天地以来最大的浩劫。 那一场浩劫, 从混沌到如今最大的一场浩劫, 在一开始就打得上古世界破碎, 无数强者陨落, 神魔身死, 比之三寿道人更强的存在, 都一一身死。 惨烈, 惨烈啊! 三寿乃极好战之辈, 自然在其中, 他的神通摘星手, 不愧是最最顶尖的大神通, 被女娲都称赞的大神通。 三寿风魔之下, 也有数位神魔道祖死在他手, 我也只是凭借一梦三界观战而已, 未曾参战。 这门神通乃三寿天生之战役, 又从盘古女娲那学习些, 最终悟出的一门大神通。 悟出神通是需要天赋的, 我悟出的神通比三寿要多得多, 却未曾有一门比得上这摘星手。 菩提老祖看着纪宁道, 如此神通传承你手, 你切切不可让他蒙尘。 纪宁重重点头, 三寿道人原来也凭借摘星手 斩杀了数位神魔道祖, 听菩提老祖的意思, 这门神通显然是非常恐怖的。 黄毛大雄却听得心颤, 道祖, 我主人他。 济宁也看着菩提老祖, 道第三寿道人是生是死呢? 这也让自己渴望知晓许久了。 唉, 小熊啊, 菩提老祖看着黄毛大雄轻轻叹气, 黄毛大雄顿时心中一颤, 脸色一变, 重重磕头磕得喷喷响, 还请道祖告知, 主人到底是生是死啊? 小熊, 其实你心中早就知道了, 有何必多问呢? 菩提老祖摇头, 我, 死了, 他早就死了, 那一场浩劫中, 他就死了, 三寿的性子, 如果还活着, 岂会不去找你, 让你在外飘荡, 亿万载岁月, 你这小熊明明猜到了, 却不愿相信, 啪, 啪, 一滴滴泪珠, 滴落在地面上, 跪在那儿的黄毛大雄全身颤抖着, 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 哀嚎声让纪宁也不由心酸, 主人, 主人, 主人哪, 黄毛大雄羊头疯狂叫着, 三寿道人对他而言, 就仿佛父母, 许久, 黄毛大雄跪腹着道, 小熊之前放肆了, 好了, 老祖吩咐道, 你回摘兴府中吧, 你现在还不能脱离摘兴府, 是, 黄毛大雄恭敬道, 随即便凭空消失, 又再度回到水府中, 纪宁在一旁, 心中虽然感慨水府之灵和三寿道人的情感, 不过, 也发现了些疑惑之处, 黄毛大雄既然是水府之灵, 怎么自己感觉他仿佛生灵, 还能流泪, 甚至连老祖都说, 现在还不能脱离摘兴府, 难道将来能脱离水府? 不过, 水府之灵已经在水府中亿万载岁月了, 都未曾脱离, 即便能脱离, 估计也很久很久以后, 纪宁, 老祖看向纪宁道, 三寿已死, 我便替他教你学道, 你可愿拜我为师, 纪宁当即贵妇道, 弟子拜见师父, 嗯, 老祖露出一丝笑容, 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门下一记名弟子, 当你渡劫成天仙之时, 便成我侵传弟子, 是, 在我门下规矩甚少, 就两条, 一, 不得忤逆, 二, 没有我允许, 你不得在外说我是你师父, 若是违逆, 轻则我将你击杀, 令你记忆蒙蔽, 转世轮回, 重则直接令你魂飞魄散, 再重则, 让你的魂魄永世受真火灼烧之苦, 弟子明白, 那弟子何时才能说是老祖弟子, 机会到了, 自然可以, 如果你能集得上你大师兄的本事, 也可以在外随意说, 既您暗自迪雾, 大师兄, 那可是众多师兄弟中的第一人, 连白衣将军等师兄都是自叹不如的, 要达到大师兄的实力, 谈何容易, 至于你将来为善为恶, 我也不会多管, 只要你一切遵循本心即可, 是, 你上前来, 到我面前来, 纪宁一睁, 随即连上前, 沿着台阶走上, 直接走到了老祖身旁, 很突然的, 老祖忽然一指头, 就点在了纪宁眉心上, 简单的一点, 可纪宁却根本反应不过来, 指头就已经点在眉心上, 嗡的一声, 纪宁整个人便是一软, 便坐在了台阶上, 闭上了眼睛就那么坐着, 老祖看着纪宁, 随即也闭上眼睛不再多管, 这是一条空寂的走廊, 走廊的两侧墙壁上, 满是各种剑法图案, 那些剑法还动了起来, 施展着剑法的玄妙, 纪宁行走在这条走廊上, 看着两侧正在不断动的剑法, 剑法层次一般, 还不到三尺剑低式的层次, 纪宁行走着, 他忘记了为何来到这儿, 忘记了过去, 他只知道沿着这条走廊不断往深处走, 两侧狼壁上不断变换的剑法, 甚至脱离了狼壁, 在纪宁周围环绕, 让纪宁感到无尽玄妙, 此处已有三尺剑第二式的威能了, 纪宁继续走, 走了不知多久, 这条狼壁仿佛将剑道中存在的一切剑法, 都无比细致地展现在纪宁面前似的, 原本纪宁自认为对剑法感悟够高了, 可现在却发现还不够细致, 不管是邪义的, 霸道的, 高傲的, 孤僻的, 凶狠的, 各种各样的剑法进阶展现, 此处已是三尺剑第三式的层次, 不知道走了多久, 此处已是三尺剑第七式的层次, 纪宁继续往前走, 大量的剑法玄妙不断被纪宁挤去, 纪宁的根基越加扎实, 虽然他早就达到了第七式的层次, 可是现如今令纪宁对剑道的感悟已经是明显高了很多, 又过了许久, 已经是三尺剑第八式层次了, 纪宁感觉到了艰难, 感觉到了吃力, 周围无数的剑法不断将各种玄妙传递给纪宁, 纪宁不断汲取着, 他走在廊道中的步伐也更加慢, 三尺剑第九式的层次, 剑法越加深不可测, 周围每一种剑法拿出来都能媲美三尺剑第九式, 且周围有着无数种剑法, 纪宁虽然悟不透, 可是这些剑法的根本玄妙却深深映刻在纪宁的神魂中, 继续往后走, 那已经远远超越三尺剑了, 如果三尺剑还有后续, 后面的剑法完全能媲美三尺剑第十式, 第十一式等等。 纪宁沉浸在剑的海洋中, 行走在廊道中, 心灵完全被无数剑法充斥, 越加深奥的剑法玄妙从心中掠过, 虽然不懂, 可无数剑法的洗礼却让纪宁非常熟悉这些玄妙。 好久好久, 仿佛过了千年万年, 纪宁终于看到了这条通道的尽头, 那是茫茫一片的巨大的剑光。 纪宁不知道为什么走过去, 也不知道是否该停下, 就这么的走进了廊道的尽头, 身体进入了那一片巨大的剑光中。 轰, 浩瀚的无尽玄妙涌上心头, 剑道的浩广一切玄妙进阶让纪宁完全触摸到, 之前在狼道中无数的剑法也掠过心头, 让纪宁的心也越加贴近剑道。 嗯? 纪宁一个机灵, 睁开了眼, 这才看到自己正坐在台阶上, 台阶之上的铺团正是穿着宽松道袍的老祖。 老祖睁开了眼, 笑看着纪宁, 这, 这, 纪宁看向周围, 一切感到不真实。 过了好一会儿, 脑海深处那数十年的记忆才完全恢复, 那无数剑法的玄妙才被纪宁压到神魂深处。 师父, 我, 我, 既宁忐忑看向老祖, 自己感觉好像度过千年万年一般, 连自己数十年的记忆都是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 你怎么了? 不就是打了个瞌睡吗? 老祖笑道, 师父, 我睡了多久? 不就一炷香的时间吗? 可是我, 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度过了千年万年之久。 我不过是用了一梦千年的法术, 让你真正感受一次完整的剑道, 从剑道出入门, 到剑道大成。 对, 一梦千年, 那种感觉的确像做梦, 自己似乎连思考能力都没有了, 只知道傻傻地不断在廊道里走着。 也仅仅只是让你感受一次完全掌握剑道的感觉罢了, 你的剑道境界依旧没多大提升。 老祖说道, 济宁却清楚这次一梦千年对自己帮助是很大的。 虽然自己依旧只能施展出三尺剑第七世, 可自己对剑法的理解明显扎实了许多, 而且对剑道往后的路, 也有了一个懵懂的认知, 甚至连完全掌握剑道都有了一个模糊的感知。 修仙之路本就是摸着石子过河, 自己却对这条路有了大概的感知, 那么走的时候自然会更快。 谢师傅, 济宁连忙跪下道, 我仅仅是帮了你一把, 你能有何等成就, 还是要看你自己。 老祖轻轻一指, 一道流光直接飞入济宁的脑海中, 济宁感到大量的讯息涌入脑海中, 好半天时间济宁这才清醒。 北明经, 赤明九天图第四卷。 济宁感到神魂中蕴含的修炼法门, 赤明九天图第一卷, 后天先天子府, 赤明九天图第二卷, 万象元神返须, 第三卷天神卷, 第四卷真神卷。 赤明九天图乃是赤明所创, 这套法门也被女娲夸赞过, 的确是难得的法门, 可以一直修炼到真神层次。 而北明经则是水行的炼器法门, 乃是逍遥道祖所创, 可以一直修炼到大罗道祖。 二者, 一炼器, 一炼体, 以后便为你击除法门。 是。 济宁是惊喜万分, 北明经, 逍遥道祖所创, 一听就知道是三界中最最顶尖的炼器法门。 炼体法门, 炼器法门, 在三界中倒也算不得珍贵。 老祖淡然道, 而神通秘书则要珍贵得多。 北明经这等法门, 便是大夏皇帝也没有, 也就菩提老祖这层次敢说不珍贵。 我方寸山有两座道宫, 那包括万象, 镇法, 傀儡, 剑道, 刀道, 太极, 雷法, 莲花, 众多法门无一不包, 种种神通秘书, 就看你有没有能耐学道。 道不可清传, 你要学就得有学的本事。 弟子明白, 去吧, 在我方寸山安心学道, 当你有一天实力够了, 才能下山回你大夏世界。 等你出师下山之日, 我会送你两样大好处。 师父, 什么层次叫实力够了? 道了自会告诉你。 纪宁顿时无语, 让自己埋头学道嘛, 连啥时候能出师下山都不说。 去吧, 老祖淡然闭眼道, 不得我允许, 不得进来骚扰。 是, 纪宁当即乖乖离去。 带得纪宁离开后, 老祖才睁开眼, 轻声摇头道。 多久了, 我还是第一次在弟子面前这么唠叨。 想起三寿, 想起当初那一场大浩劫, 我还是心乱了。 纪宁走出了道观, 道观外正有着白衣将军, 小青, 白叔他们都在外面等着。 主人, 小青已经化作轻衣少女, 欢喜莲喊道, 白衣将军也笑看着纪宁道, 现在该称呼你师弟了。 师兄, 纪宁也道。 而道观的两名道童, 却露出吃惊之色, 白衣将军笑道, 清水, 白河, 师尊刚刚说了纪宁师弟为徒, 你们俩可得记住了。 见过师叔, 两名道童连向纪宁说道, 纪宁师弟, 白衣将军笑道, 清水和白河乃是两件先天灵宝所画, 一直伺候着师尊, 连我平常要见师尊, 都必须通过禀报得师尊允许, 他们俩却是随身伺候, 比我们这些弟子见师父都要多得多。 纪宁白水则小青都是大吃一惊, 先天灵宝。 两位师侄, 纪宁自然不敢有架子, 师叔不必客气, 我们也只是先天灵宝, 想要修炼都无比艰难, 哪能和两位师叔比, 师叔修炼速度那是远超我等的。 那清水道通笑道, 先天神魔, 那是盘古开天地后天地孕育而生的神魔, 先天灵宝, 便是盘古开天地天地孕育而生的法宝, 修仙者们炼制, 一般是人皆法宝, 地皆法宝, 天皆法宝, 先皆法宝, 乃至纯阳法宝, 即便是大能者, 也就能炼制出纯阳法宝罢罢了, 这是刻意炼制法宝的一个极限, 不过, 纯阳法宝有灵, 完全可能自己吸收天地之力, 感悟天地奥妙, 有极小的可能寄生到先天灵宝的层次。 师弟, 此处景色优美, 又很是僻静, 可谓师弟在方寸山上的居所, 师弟直接将随身携带洞府, 放在这儿即可。 白衣将军带着纪宁, 来到了一处僻静处, 不远处还能看到山西流淌, 还有红彤彤的灵果挂在枝头, 偶尔还能看到有一些仙琴飞过, 济宁点头, 好, 就这儿。 来邪悦三星洞学道, 这住的地方不必苛求, 更何况将军师兄帮忙找的地方, 的确称得上是仙境。 哇, 仙府直接降临, 落在那一片草地上。 这方寸山有灵果, 有泉水, 想吃便吃, 山上妖手众多, 切记不可打杀了, 那些仅仅后天的普通野兽, 倒是可以打杀烧烤吃了。 嗯, 只能吃普通野兽, 一旁小青嘀咕着, 师兄, 师父之前对我说, 方寸山上有两座道宫, 包罗万象, 济宁开口问道, 对, 我带你们过去。 邪悦三星洞聚集的神魔妖怪最多的地方, 便是神仙宫。 那就是神仙宫, 两座道宫之一, 白衣将军指着远处高足有九层的宫殿, 神仙宫分九层, 每一层都是包括万象、 镇法、 傀儡、 剑道、 盾术、 雷法、 雌光, 种种法门神通秘术, 进阶都有, 越往上越加玄妙, 这第九层自然是最玄妙的。 神仙宫来者不拒, 只要是方寸山上的生灵, 进阶可以进去学习, 不过, 道不可清传, 学每一门法门秘术, 都有简单的考验, 度过考验才能学得法门。 济宁连点头说道, 那我这两灵兽也能学吗? 这是自然, 神仙宫中的法门秘术, 虽然并非我协约三星洞最高深玄妙的, 却也远超你的大厦世界的秘葬了, 你们有乾坤大道的法门秘术吗? 小青期待惊喜道, 你们法阵可多, 白水则也激动, 比你们大厦世界全部加起来都多得多。 白衣将军自信道, 便是赤明道祖门下, 单论这些法门之多, 也是不如我师尊, 你们要学炼器, 炼体法门, 要学阵法, 要学乾坤大道, 太极大道, 进阶可以, 只要你们度过那简单的考验。 小青白水则顿时明白, 他们的机遇来了, 其实, 能够进入方寸山, 都能和菩提老祖扯上点关系, 或者是菩提道祖的徒子徒孙, 或者是道祖某个弟子的仆从灵兽等等, 总之, 一般都是属于菩提老祖麾下的, 所以允许一切方寸山生灵, 进去学习, 也就很正常了。 人真多呀, 妖怪神魔也多。 纪宁一眼看去, 神仙宫外的空地上, 有着大量的人影, 甚至还有飞禽, 走兽等一些大妖, 以及一些长相奇异的神魔。 师兄, 另外一座道宫呢? 纪宁问道, 两座道宫, 一座神仙宫, 另一座便是三界宫, 神仙宫是方寸山所有生灵都可以进去, 而三界宫, 却必须是老祖亲传弟子, 或者得到老祖允许的, 才能进入。 师弟, 你因为实力弱, 才是记名弟子罢了, 实际上师尊带你, 却是如同对待亲传弟子的, 所以你也能进入三界宫。 至于你的两头灵兽, 确实不能进了, 既您点头明白。 三界宫中, 藏有三界中真正的顶尖大神通, 和一些可怕秘术, 不可以轻易学的, 即便亲传弟子, 学得树门后, 世尊都会禁止再学。 能够学的树门, 已经是大机遇了, 毕竟平常天仙神魔, 能够学得一门手段, 便足以仗之纵横三界了。 这让记宁听得心中滚热, 都是足以纵横三界的大本领啊, 而且一般出师时, 世尊都会赐予最符合你的神通秘术。 将军笑道, 记宁想起来了, 师父是说过, 出师时会给自己两样大好处的。